不過請教有律師 就是說爸爸有一億 其實現在的法律上 作為女兒 他也是可以分到不是嗎 對 其實法律上的話 男女是平等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拿到 至少可以拿到一半 如果說爸爸真的有 有比較偏愛的話 他生前做一些遺囑的一些分配的話 那至少可以拿到特留分 那特留分就是會是 女應積分的一半 所以妹妹至少可以拿到 兩千五 對 妹妹至少拿到分 就兩千五 兩千五 兩千五是他年收入的十倍 對啊 就要十年 對不對 那這樣子要不要跟爸爸吵架 可能就忍一下吧 十年耶 他的應積分是 五千 五千萬嗎 對不對 你剛才說什麼 特留分 特留分 特留分他兩千五 對 怎麼也要現在 對不對 為了兩千 要是我會建議忍一下 沒有啦 隔壁跟爸爸過不去 對啦 不需要 對 好話說嘛 那這個游律師這邊是有個案例 說兄弟倆賺的錢 全部上繳給爸爸 爸媽 對 對 就是他其實是弟弟來找我 他都問我說 因為他們過去是這樣 是年輕一開始 開始工作的時候 爸媽就要求就是說 兄弟出去工作 他們的收入全部要統一家裡來分配 一開始其實是因為哥哥大 弟弟大概四歲吧 所以哥哥就會先去開始工作 那工作 工作之後 其實真的哥哥的收入 也都全部上繳給 給家裡 給爸爸統一去分配 然後後來弟弟開始工作了 弟弟也是按照 哥哥這樣的模式 只是說因為弟弟真的 好像比較優秀 比較會唸書 他其實是那個交大的工程師 那在逐科工作 那其實他收入是越來越好 慢慢的越來越好 可是因為他們全部都上繳 上繳之後 爸媽就每個月給兄弟們 就是各兩萬人自己去生活 那爸媽的理由就是說 那我幫你們買房子 上繳錢我就幫你們買房子 因為家裡面之前 已經開早餐店 所以可能收入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穩定 所以他們覺得財富 一定要事先去管理 可是因為後來坦白講 弟弟就收入就越來越好 他就覺得說 因為他哥哥好像是做那個 做那個司機 貨運司機 快遞司機 所以也沒有這麼好的收入 所以他慢慢就開始覺得說 那這樣子落差就出來了 然後買房子 買房子還問我說 那如果說今天家裡 真的買房子的話 那我每個月上繳 房貸我繳得比較多 那以後這個產權 要怎麼樣去分 弟弟其實就開始 房子就會介意 那我其實就跟他講說 這要看你們當初房子買的時候 約定是怎麼樣 如果真的是爸媽 因為你是上繳 只要給爸媽 爸媽等於說你這個上繳錢 到底是要給爸媽呢 剩餘給爸媽 還是說先寄放在爸媽的 爸媽的身上 其實這個法律關係 就會差很多 而且你去買的時候 是爸媽用爸媽的名義去買 還是用你們的名義去買 那個錢是怎麼付的 其實這個就會決定到你後來產權怎麼分 那其實後來 其實他後來慢慢的 他就有跟他爸媽反應這件事情 可是爸媽就堵他一句話 他就說可是你一開始在工作的時候 你哥哥已經四年 找你四年出來工作 他上繳四年 他已經上繳四年 哥哥都沒有說什麼 那你為什麼你突然 你的收入變高了 你就開始有點 他就開始有點反口 所以他這句話就堵 他就不敢去反駁 可是他心裡又抗憂 抗憂 所以他就去找他哥哥講這件事情 對 那哥哥就說 哥哥就 其實哥哥就那時候就 哥哥就一直很聽爸媽的話 他說就聽爸媽的安排 看怎麼安排 他這件事情後來其實也不了了之 但是他心裡其實一直很抗憂 這件事情說好 那以後就算這個房子買了 買了之後大家各自成家了 那怎麼辦 勢必一定會有賣掉的一天 或是說勢必要誰去決定說 誰住在裡面 不可能大家各自成家了 兩家的服務器 還住在那個房子裡面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把兄弟上繳的錢放在一起 哪一天要去買一個房子 大家共有的房子 對 共有的房子 其實已經買了 那時候他找我他說他已經買了 他已經買了 登記登記在他們兄弟 也一人一半的名下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的名下 他是這樣講 那我就說 他就說可是他房貸腳比較多 那是不是他的產權可以比較多 那我就說 就是看你們當初怎麼安排 如果你們當初是爸媽 就是一人買一人一半 對不對 那的確產權就會推定是一人一半 至於說你房貸腳比較多 那是你借哥哥錢 或是說你贈餘給哥哥 或是你幫他帶電 將來又不當得利 跟哥哥拿回來 這是後面的問題 這個時候我覺得父母 如果父母怎麼做才會公平 不會公平 父母怎麼做都不會公平 其實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像游律師剛剛說的 真的是通常爸媽在的時候 都不會出問題 對 問題都是出在了爸媽走的時候 不管是可能 這是當初登記在兄弟下面 或者是他們走了之後 這間房子要買賣的時候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你知道我們當 我有聽我們學長講過一個案例 當時就是因為這對兄弟 他們繼承了父母親的這個房子 然後他們已經要賣了 那賣了 我們當時也幫他們找到一個 就是一個買家 也願意出到的這個價錢 而且已經要簽約 簽約完成了之後 結果那個賣家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 我哥哥覺得這個價錢 好像還可以再提高一些 那我們可能想要就是違約這樣子 就是那可不可以有什麼辦法 能夠轉換的餘地 對 他就是他寧可要去賠那個 違約金 因為他覺得那個利益 是大過於違約金的 對 對 所以在這個上面 有時候上面 我覺得都是出在 父母走了之後 那個移層的下來 那名字是誰的 他們是登記在一起的 一起的 對 所以就是等於是 兩方都有這個權利 那一起的 你要賣的時候 大家價格要講好 對 但是有些你知道就是 會隨心所欲的變 對 他覺得說 好像賣太快了 賣太快了 那是不是我開太低了 我也人就是 誰啦 我人就是 對不對 想賣的時候 那個價格真正到了 你又覺得好 是不是我們開太低了 對 好 那周老師這邊 年輕的時候 也因為買賣房子說 跟爸爸之間 有一點點尾言 對啦 因為這個就是要 回到以前去 早期 因為我在 我的賺錢 我們那個時候的年代 在賺錢都是怎樣 都全部啦 沒看 都沒在把那個錄子 那個那個 薪水底子把它打開的 也有一個定書機 不能在打開 就一隻膠器 以前是都這樣 吃一吃出來 就是給你 如果車錢都要拿給你 以前都是這樣 那當時來講的話 第一個月通常都這樣 對 感覺滿孝順 沒有啦 因為我以前 想說比較像 比較厚 我以前那樣的 我高中畢業以後 就開始在那裡做 還在家裡也是做一段時間 就開始做 那那個時候 通常我差不多 我的心 我自己做的收入的錢 我都每次留到百分之七十 都是不用要拿出來就對了 就家裡爸爸媽媽 通常都是拿給媽媽 我們妹妹來說的時候 她是比較少 因為她吃頭腦 但是她都差不多百分之三十 這樣高了 她收入比較少 比較少 到家裡又比較少 比較少 她差不多百分之三十 她的薪水裡面 百分之三十到三百這樣 妹妹因為她都沒有固定 三聲 對 三聲 她沒有固定 所以妹妹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們兩個都有在拿 家裡就這樣就 家裡在那裡 妹妹就都不能在拿 有拿就拿不拿就拿 我們也都不會跟她計較 所以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子 後來因為家裡買一間房子 那時候在那萬代 五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才買十幾萬而已 後來高到十幾萬 五十幾年前十幾萬 十幾萬 知道嗎 一間房子 現在要兩千多了 那邊 現在不只 現在哪有可能兩千多 那那個時候 後來就是 是正說第一次有所謂的仲介 因為以前沒有在仲介 在賣 都很像現在這樣 都是小朋友這樣 是 如果開始有一個仲介 就是說沒熟悉的人 開始幫你砍 幫你那個 第一次有那個仲介 我一個 我爸爸的朋友 他就在做仲介 就開始跟他 那時候房子在起飛 我們不知道 既病都不知道 結果差不多那時候買十幾萬 十幾年之後 他說可以給我們買百二萬 爸爸就很高興 誰說百二萬 就是好後來賣掉 賣掉的時候 我爸那個時候 你留在哪裡 因為那個時候 他沒有想到那麼多 只是說十幾萬變百幾萬 他就是為什麼 他就想說 冠軍趕他賣掉 賣掉的時候 他就是為什麼 他覺得我們當初 我們都有拿錢回去 那時候大家賺錢 那因為我當時跟爸爸的時候 我有算說 因為房子的那個 有給我做一個補 我跟他們借二十萬 那個時候 所以後來 因為你要那個 二十萬要先還掉 所以他還掉 還掉以後 我妹妹他就給他二十萬 那小妹妹拿 他也是拿二十萬 他就變成說 我爸爸覺得這樣很公平 一人二十萬 但是那時候我會覺得 他也給你二十喔 我就沒拿 我就那個二十萬 他就賺銀行 所以 拜託的 那小妹妹是家的 那個是我借的 那個時候是我借的 所以我的錢就是 變成說 那個錢就是小妹妹 那個算你的 二妹分二十 小妹就完了分二十 但是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不公平 我的感覺是不公平 因為我拿回來比較多 對啊 但是沒辦法 爸爸媽媽 他就是這樣決定 就這樣子決定 好了 你知道他就這樣 六十萬去 算差不多五六十萬 六十幾萬 那那個時候 我就是跟我們爸說 因為那個時候 我已經貼那種的 還要貼那種 我不用入銀行的貸款 那我就跟媽講說 你這六十萬 借我 我來在蠻家那裡 因為後來我找忘法來 我說我在蠻家那裡 我做紙筆款 我開始換我 我又來納 那我這個不用繳銀行的錢 我來交這個貸款 我來買房 以後你們來對我 你們就 我們三姐妹 你們就給我錢 他們考慮的結果 不信任我 他也說不行 這樣子不行 我說這錢給你拿去 可能會不會去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好啦 那你結婚跟自己的女兒 你不到三天也沒辦法 就這樣子 我媽媽 我爸媽媽 五六十萬就疼 我們二妹妹 去買那時候 開花 那個時候真的是好像 他買的是開花還是開花 如果開花就真的 開花 開花 所以後來就真的是 開花就不去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當 我爸媽他們就當了那個 那個 無殼瓜尿 在蠻家都做出很久 但是後來我給他賺錢 我後來我會覺得 我也自己跟他講 因為後來我都 我的觀念裡面 就不用家裡一毛錢 我都沒有 還沒把你們開花 不能做什麼 他們要說做什麼 我都賣 就是我自己的錢 自己的那種 所以後來他們來帶我的房子 對不對 我也是要 也是要幫 不要愛吃人 要跟他們照顧 但是問題就是怎麼樣 就變成說 那是我自己賺的 我自己完全 自己人都自己賺的 我沒有給人家人拿一個錢 這樣就對了 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些財產真的叫做財務自由 因為你就怎麼樣 你說得很大聲 我以前我們 我們小姐有時候說 所以你不可以怎樣 我說 我還覺得 認到你了解的錢說沒有 不然你點點 不要說 幾點 對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變成說 你自己賺的錢 你會覺得 我就是 我想要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比較有底氣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